真心想 說不定消月潭 可以調出一粒 好像西方的那個羅密歐與朱麗葉這個故事裏面 朱麗葉吞的那粒 可以令人架死的藥物來 這樣自己起不時可以脫身 想到這裏 自己這樣才輕鬆起來 剛剛走幾步 突然間前面有道門 咔咔地打開了 竹獸真忽然很快地閃身出來 攔著漢少龍的虛弱說 沈執師 你有空嗎 漢少龍當然不會蠢到相信這些歌姬的表情 他們演戲上來都是專家級的人馬 不過就算知道董淑貞和這個竹獸真曾報局害過自己 現在比較清楚的榮耶士之後 他對這兩個人只有同情和言吻 而並沒有什麼懷恨 說到底在這個男權當道的社會之中 這兩個可憐的女子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掙扎求全 雖然手段有點過分 但是也屬於迫不得已 不過 自己就算有心要幫他們也亡能為力 因為現在 他漢少龍已經成為東方六國的頭號公敵 自己也顧不定自己 又如何幫他們 現在要想的就是如何脫身 他不想捲入這個牽涉到這麼多人利益的漩渦裏面 但現在他也來不及膽 竹獸真已經把他整個人扯進自己的房間裏面 鳳飛想退隱身 董淑貞想繼承鳳飛的位置 似乎都要靠他這個下人去部署 去安排 而他就更加接觸對面的橋樑 現在的角色 就像二十一世紀那些超級巨星的經理人一樣 又或者是個劇團經理 如果沒有他的合作 似乎鳳飛和董淑貞都變得沒有牙沒有酒 什麼的花樣都變不出 以前 張全和沙立 之所以能夠親近到董淑貞和竹獸真 原因也都因為是這樣 誰知鳳飛利用張全和沙立之間的鬥爭連銷帶打 一下子就品碎了董淑貞和竹獸真的優勢 將這個最重要的職位交給他看蕭龍 現在他已經有些明白 鳳飛為何肯將張全留下 其實這著棋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以前鳳飛無論請到哪個人來做這個執事 很快都被董淑貞勾引過去 但是現在他會留著張全 因為張全和董淑貞也有曖昧的關係 那董淑貞就很難明目張膽地勾引項蕭龍 免得破壞了他現在和張全之間的關係 唯一的辦法就是聯合張全陷害自己 但是他們越是這樣做 漢蕭龍又唯有更加靠近鳳飛 而如果董淑貞真的撇掉張全 去投靠漢蕭龍 那張全走投無路之下 說不定反而會向鳳飛投降 出賣董淑貞的計劃和秘密 至於竹壽真 他本來是靠那個沙立的 沙立一走自己是當堂變得孤立無縣 就只要投向董淑貞任他擺佈 不過只要這個竹壽真 又找到新的靠山 說不定他馬上又會和董淑貞爭個繼承者的位置 不過可能鳳飛、董淑貞和竹壽真 都不知道張全已經被人收買了 只是對他們圖謀不軌 現在的形勢就是 鳳飛又籠絡不到他 董淑貞想害他 又害不到張全更加不可以打動他 一時間大家互相相持不下 而他一心只想脫身 這些關係真是夠錯綜複雜 在這個時候 逐壽真一將他推入房門 馬上轉身 將房門緊緊關起來 然後撲進他的懷抱裡 將他整個人抱緊緊 然後心情緩緩的 你怎麼可以對壽真這麼無情的呢 漢小龍很清楚地感受到 他動人肉體的高度誘惑 他心裡不如一陣連色 壽真小姐 你不用這樣 有什麼吩咐儘管說好了 你叫我怎麼說 我真的很害怕 說到這裏 觸秀真突然眼圈一紅 嘩 眼睛啪啪聲地流下來 漢小龍猜都猜不到他有此一著 一見到女人哭 當堂整個心都軟了 哎呀 壽真小姐 你… 你知不知道大小姐已經準備解散這個歌舞團 而且為了她自己和別人攀下交情 還想將我們送給別人 那她自己就可以安然失身了 什麼呀 有這樣的事 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 以前 我們團內有幾個姐妹 都曾經嫁入豪門 結果她們的遭遇都好慘 有些人夾生被大婆打死了 有些人嫁過去之後 怎知道主人就得罪了君主 結果呢 整家被插 她就馬上淪迷官記 如果只是受到冷落 就已經很幸運了 一想起這些 壽真情願死 我都不想受這樣的罪呀 你們 那你們都是大小姐買回來的嗎 她平時對我們好像很好 但其實因為我們還有利用的價值 可以幫她 拿到這個天下第一名記的美名 事實上 她只顧著自己 她只顧著自己 怎麼管得我們這麼多 我都不 漢少龍見到一個陸神無主 她心不一樣 彈一口氣 在這個時代 女性的地位真是悲慘 可惜 現在自己真是有心無力 你 你 你說得這麼白 不怕我向大小姐出賣你嗎 唉 我已經見過很多男人了 你是那種天生有正義感的人 開始的時候 人家看錯了你 現在我再也不會犯這種錯誤了 所以 我只要厚著臉皮來求你了 唉 就要有人為我們做一個妥善的安排 現在沙納被大小姐趕走了 我還有誰可以靠呢 我唯有來求你了 就算要嫁人 我都不想讓對方知道 我曾經做過歌舞姬的 我就算要做窮人家的政室 都不想做豪門的姬妾 韓少龍聽到終於明白 哎呀 原來關鍵在這兒 歌舞團內 有野心人像董淑貞那樣 想取奉飛的地位待之 而可以捉壽真這些沒什麼野心的人 就希望憑自己的積蓄 那些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 無論出現這種目的 他們只不過 都是想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聽到他們這樣的說話 韓少龍真的想想清楚 自己是不是應該可以狠心離開 將他們拋開不理 最好就是將他們安排去重國 那不僅可以使他們安身立命 而且還可以不受戰爭的影響 更加重要是 他只要講一句話 就沒有人敢欺負他們了 這些知識出眾的美女 如果願意的話 他甚至可以為他們安排好的歸宿 但是可惜 現在自己自身難保 歌舞團內又有這麼多的明爭暗鬥 加上張全這個內鬼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還怎麼可以相幫他們呢 沙立因為我而被趕走 你有沒有想過為他報復呢 哎呀 原來這樣都被你看穿了 難怪過晚你不肯來 我在這裡和你賠罪了 任憑你處罰我 河小龍當然不會處罰他 他而且落了決心 不能夠跟團中的任何一個女子 發生育體的關係 免得惹上情債 但是在這個時候 他已經落了決心 要盡力使這群歌舞團可憐的女子 都達成自己的心頭願望 就算是為這個時代的男人 補救一點點的罪過 於是 他好言好語地 遠距了觸授真的獻身之後 回到房間 將事情跟蕭月騰一講 蕭月騰的點途同意他的做法說 這樣做雖然要莫的險 但是大丈夫立身處世 有時候 當正要明知難為為之 事實上 我都很同情他們 不過 自問自己的力量 又不足以保護他們 如果能夠安排他們回去咸養 不但你可以回家和家人群聚 他們都有安身之所 那的確是兩全其美的 但是鳳飛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不會告訴我們 他要這麼靠你 他的計劃裡面 你當然還要一著 到時候 只要看他叫你做什麼事 就可以找到蛛絲麻跡 各位 若之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康笑龍聽到蕭月騰這樣說 也點了點頭 但是他跟著想一下 都還是有很多困難的 有人就說 只但是現在 在歌舞團裡面 我的手下 原來屬於沙立的人 大部分都投靠了張全 而且他們很多人 都將我當成仇敵 表面上 就恭恭敬敬 其實暗中 行得到我即時倒桌 唉 所以我也不知道多麼煩惱 如果你說 沒有一段時間 怎麼能贏得他們的信任呢 蕭月騰就說 唉呀 你堂堂一個大將軍 還不需要將張全這些小角色 他有什麼跟我們鬥啊 只要我一句話 就可以使他永遠消失 不過最好呢 就先找一下 是誰在後面做過的靠山 誰呢 要將鳳飛收為己有先 知己知彼 這樣才贏得他的嘛 除非對他用刑 要不然 他怎麼肯坦白說出來呢 哈哈哈哈 唉 你這個人呢 聰明是很聰明 不過就不習慣玩陰謀手段 喏 用刑是下橙 如果你真的打他一身 他受迫不過 亂找一個人來唐生理 我們都很難辨知他真還是假的嘛 但我有一個更加精彩的辦法 不只可以隨著張全 還可以收買人心謙 我們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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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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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少龍聽完之後 哎呀 當同整身都鬆勢 他對這個蕭玉譚真是衝心佩服 好處一開始 你就成為了我的好朋友 如果不是 我可能現在已經輸給女不為了 不過 過了幾天 船隊離開林芝 已經剩下十個時辰的水路 只要明早 就要抵達齊國這個文化的大都會了 但是沿途大雪還要下個不停 所以漢少龍已經徹底放棄逃走的主意 而是用心盡感掌握這個歌舞泉的運作 連對以前的帳簿都不放過 這樣一查帳 才知道這個歌舞團不單止收入封口 而且 正是各國的權貴送的禮物 就裝滿了四十幾個箱 所以 如果誰能夠取得奉飛 就等於增添一筆 幾乎達到天文數字的財富 真是名乎其實的財息兼收 張前雖然和自己講過 說奉飛是一個秘密的情人 但是河小龍不是那麼相信 可能是張全想當然 或者用這件事來刺激他 於是這晚飯之後 趁著奉飛排練的時候 河小龍主動找張全聊天 張全叫他主動來找自己 以為他終於心動了 起出望了 他就說 對的對的對的 我正要找你 河小龍坐下來之後 說 我告訴你張兄 今早大小姐找了我許 只要我盡心盡力 在林芝補得的安全 他會給我一百塊黃金 等我又說以後 可以寫封推薦信給我 等我去齊國做官 坦白說 人不愛乎求名求利 而且大小姐對小弟 還有提拔之恩 換了你是我的位置 你肯不肯拒絕 張全聽到不肯拒絕 隔近他才說 他給一百零黃金 我那個主人 其實更加出得起錢 他的身家更加不是鳳飛去相比 不過現在我要問問他 總之我保證不會少過一百五十零黃金 漢小龍一想 哼哼 他這樣說 那這個人不是齊國人 就一定是這次趕來林芝 和齊王何秀的一個國家的私臣 否則張全去到林芝 又如何向他報告這件事呢 哼哼 還要先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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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財雖然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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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我这个主旨是秦国可以说的举足轻重 心惊你想找一官半职 只要跟我投靠他 那你就有真正的功名富贵 否则 恐怕你的官位都没坐稳 就已经成为亡国奴了 汉小龙一听这番话 不如他心头脚跳 是秦国可以说的举足轻重 那不用说 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就是吕不韦了 以吕不韦的为人 和他好色的性格 奉飞又去个咸阳 给他见过个样子 这个家伙不见识起意才怪 以他的财虹世代 要收买张传这些小人物 还不是收到拿来 而且这次吕不韦刚刚也去临知 在这么多情形 大家综合分析之下 几乎已经可以断定 在张传背后的人 就一定是吕不韦了 考取豪夺 不择手段 这些只是吕不韦的本色 但是在齐国 他有田单照顾 嗯 嗯 那这个呢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应付的 呃 他表面上还是扮得不明白 你说到这个人 势力这么大 他究竟何方神圣呢 张传叹一口气 如果可以说呢 我早就说了出来给你听啦 不过我可以发誓 我张传句句都实话 如果有半字虚言 就要我不得好死 哎呀 沈兄 那你可以放心了嘛 汉小龙说 哎呀 正所谓狡兔死的走狗烹 如果被他得到大小姐之后 又反口复杀 那我和张兄 豈不是一无所有 而且说不定 终于赔卖了一条命制 哎呀 搞兔死 走狗烹 你这个比喻 真是新鲜 也很全神的 哎呀 不过我告诉你听 放定心得得了 这个人出名 满门食黑 被你这个旧主人 无忌公子 还喜欢招落其人意识 又怎么会没有容人之量 啊 神明放心放心 你讲来讲去 都是空口讲白话而已 张兄 这样 你要他先付一贯的定金 收妥之后 我再和张兄合作 这样可以了吧 这样啊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 千万不要说我有言在先 如果沈兄收了黄金 但没做事的 那你个年轻 又保证冻过水的 大丈夫一落千金 好歹我还没答应大小姐 只是敷补险他 那就是最好了 现在呢 心惹不逢大小姐呢 就位于虚蛇 最紧要搞清楚 是谁在帮他 又或者他的情人是谁 那我见到那个人的时候 也都可以有些交差啊嘛 要问他拿钱呢 就容易一些了 哎呀 行了行了 收到钱 我自然有猛料 奉上给你知 张兄你的人 好明白的 知道这些规矩 都是一手收钱 一手交货的嘛 张全都没他苦 就只要答应了 杭笑龙看着他样子 心中不觉好笑 想不到 自己兜兜转转来到齐国之后 还要暗中和吕不韦 逗翻一场 这个消息 一定会令到 蕭月谭物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大家都好知道 雷不韦的性格手段 正是有了孙子兵法之中 所说的知己知彼的条件 反而雷不韦 对于他们一无所知 就算是田丹帮他 但是自己呢 也都一定可以占着上风 而且更加精彩的是 现在齐国人 正是为了争立太子 本身争到头奔额链 所以田丹呢 可能也都涵身在本国的斗争之中 又加上这个奉飞 除了吕不韦之外 一定也是其他人争夺的目标 如果他和蕭月谭好好利用这种形势 说不定啊 可以赢分漂亮的一张 一想到这儿 哪里还有兴趣 和张全慢慢糾纏 马上就告辞离开 谁知他一出门口 就遇到小平仪 小平仪见到张全门口他们出来 当堂的面子都绷紧了 你搞什么鬼啊 在张全那个蕭月里出来 是不是想出费大小姐呢 杭笑龙看他的神情 知道奉飞呢 已经将今早早自己的所作所为 所讲的说话 说了给小平仪听 让他知道呢 原来自己爱功名多过爱他 大受伤害 他是误会自己的了 但是长痛不如短痛 饮他这么想 于是低声下气的嘛 我怎么会这种人呢 他说这儿不方便聊天 小平姐 你是不是有事找我呢 小平仪一听 当同眼都红了 他担担脚说 谁要找你这个狠心人 是小姐找你而已 杭笑龙最不见得的女人哭的了 他心一软就说 你听我解释吧 我 我不听 我不听 说完之后 小平仪咬着对耳 飞快地走出去 杭笑龙只有另头苦笑 唉 就算自己狠心得罪 那都要来一次 他实在不想有感情上 再有什么牵扯负担 冯飞见他干什么呢 来到冯飞的排练厅 这个时候 冯飞已经根据杭笑龙的意见 将先奉来朝 作了很大的改动 表现出非常清楚的动人故事 波舞连场之中更加变化万千 不过 冯飞只是作好了众基和唱的部分 内容说的是 众先在天上 听到凡奸正在盛事发生 这个冯飞在歌唱 和恶母的编排上 真的很有天分 欠缺了啟发和冲突 杭笑龙略略一提点 他的灵感马上好像冲缺了河堤的洪水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杭笑龙见到他排练完之后 忍住和其他婢女一起鼓掌叫好 冯飞当同双眼发光的 来到他身边问 沈良 那改一改 是不是好了很多啊 杭笑龙是油冲青赞的嘛 大小姐的这段岳母 就好像古代一个神秘的咒语 将绵绵密密的主旋论 反复积入了岳母的每一片段 铺陈了一种非常纤绵的气氛 如果再加上大小姐的歌声 一定可以令环石点头 奉飞听完这段说话 哎呀 他心都不知多高兴 一如一手牵着他三角 将他扯到远离其他人的一角 先打手势 叫董淑貞继继续排练 然后 双眼之中 戴着前所未有的神彩 对他说 冯飞真的从来都没听过 比你更加动听的 更加动人的赞美说话了 啊 难道橫石都要因为心动而点头吗 那真是对唱歌的人最大的荣耀了 哎呀 沈良 我到底怎样对你好呢 沈少龙一听 哎呀 自己又真是不见点 现在又说了一句说话 就好像当年 用绝对的权力 就会引来绝对腐犯这句说话 挑起了几财女的秦司一样 拷动了奉飞的方心 不过 这样也可以证明 张全古都大概没错 奉飞真是一个暗中情人的 要不然 听到自己这句这么动情的说话 他怎样会喊声叹气 心这么矛盾呢 不过 自己已经摆明 不想再惹上感情上的麻烦 那当然不能够橫刀奪爱 他亦都不想招惹这个 连自己都没办法不承认 是使他很心动的美女 于是马上很谦虚的 我的这些感受 是对大小姐的恶母引犯出来 有感而发 奉飞狠狠地看着她的眼 捧了向她的肩头 好像十蚊女那么却弱 我的主曲大致上 已经已好的了 还差一点点修饰 哎 老天爷对我真的好啊 在我退隐之前 居然遇上你这个感知音 项笑龙的乘机说 如果大小姐能完全信任我 什么都不对我隐瞒 那沈良 可以用性命担保 一定可以使大小姐达成愿望的 凤飞听到忍如整身震一震 什么 你以为我还有很多事门着你吗 项笑龙心想 不显这些手段出来 一定不能使你这个人 听教听话的 你真是又美丽 又狡猾 于是 雙眼一灯 好似要望入她内心里面 冷言说 大小姐你知不知 张泉背后的主使人是谁 凤飞当堂倒下头 不敢看她说 不是淑貞吗 二小姐只不过 亦是受害的可憐类子 她不想成为人家的牺牲品 你 你说什么 凤飞有点不高兴 但她一接触 项笑龙的眼光 马上倒下头 好像哀琼 你不要跟着人家 项笑龙看到她的反应感到很满意 知道她很难把自己 当成一只任意摆布的棋子 她跟着说 你知不知 张泉现在已经做了雷不韦的走狗 你说 大小姐你现在只是身陷险境 雷不韦和田丹的关系这么密切 秦国有勢力强大 谁敢真的得罪她 她如果想得到大小姐 那绝对不是没可能的 凤飞一听到张泉背后的主子 雷不韦当同乱了方寸 跟着伸手插着项笑龙的手 那怎么办 不如我马上把张泉赶走好吗 被她的手轻轻软软软一捏 哎呀 项笑龙的心都几乎融化了 她马上压下心里面的欲言 就说 大小姐你现在一定要作出决策 一旦信我 一旦不再用我 如果还是举棋不定 那有什么后果 真是很难说 现在呢 雷不韦如果派人来 硬硬把大小姐强行老酒 对外就跟人说 大小姐要退休 然后嫁入的女家 恐怕没有多少人 敢公开反对 大小姐知道 只要过了一晚 以后 就有很多事都会不同了 那 那你有什么办法应付她呢 哈哈 解铃还衰 解铃人 当然是利用张全 只要让她告诉女不韦听 大小姐的情人 是一个现在形势之中 连她都惹不起的人 这样 她就只能等你偷偷离开的时候 才暗中坐一手搶短 我们就有了缓冲的时间 鳳飞听都不入得道级有凉气 定神打亮了她一阵话 你这个人真厉害了 听到背后的人是屡不韦 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又好像对她的为人很熟悉 哎呀 那人家现在不靠你 还可以靠谁呢 哈哈 大小姐现在只是靠我 而不是信任我 既然大小姐不可以对我推心置腹 那我沈良 照明天在林芝芝前离开 免得突然我事得不明不白了 鳳飞听到她的这番说话 当同是蛇膏呆浪 看她一阵才说 我越和你相处 就越觉得你这个人不简单 好了 进去我房里面再说 河笑龙听到她心里暗暗欢喜 知道自己软硬见识之下 这个美女终于肯合作 入到她的闺房之内 鳳飞坐在她身边 神色都不知多温柔 你想我告诉你什么 大小姐这次你来到林芝 一定会有人照顾 请问这个人是谁 的确有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我都要适当的时候 才能告诉你 河笑龙也不想逼人太甚 点一点头 就说 那都无所谓 但是歌舞团解散之后 大小姐你准备如何安置其他的歌舞姬呢 大小姐你自己又会何去何从呢 鳳飞犹如一阵就说 我已经安排好他们去哪里了 甚至是不要理这方面的事情好嘛 我怎可以不理呢 现在之所以搞到这么不安 正因为他们担心将来的命运 我沈良虽然是个山穷水尽之人 但是自然还有几分骨气 我怎能够帮大小姐出卖他们的幸福呢 鳳飞一听当同双眼略那些愤怒的神色 但是跟着还软化下来说 唉 但是人家都是逼不得已 而且有很多事都要妥协的 如果不是淑貞丫头把我要退隐的事情洩漏出去 亦都不会出现那么令人进退两难的局面 那你就错怪二小姐了 照我看 应该是张全透露了这个消息的呂不韦 而呂不韦 跟着就把这个消息传播开去 那就可以方便她到时公然把她抢回家了嘛 鳳飞当堂露出了很深思的神色 但过了一阵 她神情坚决说 不过我已经答应了 人家有关淑貞他们辟缩的问题 这件事很难改变 而且这个人 我也得罪不起啊 但是现在这件事 我们可以把它暂时放在一边先 不过大小姐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答我 你要我告诉你 这个情人是谁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紧要 你照将我神不知鬼不觉地送来临知 他就自然会派人把我折走 那时候你不单可以回复自由 还可以得到一筆 使你终生受用的酬金 说到底你也不信我 现在只不过知道 连田丹的牵涉在内 而你那个所谓肯帮你的人 可能正是田丹 所以你这样才驚起上来 都会稍假辞息 算了 由现在开始 迷世之沈良会为你卖命 奉飞见到他很生气的伏声 一吹衫就站在身上 另转身真的想走 当行的驚起上来 情急之下 一手抱着他说 哎呀 算了算了 真是什么都闷过你的 哎呀 你坐下来也好嘛 你这个人是怎样的呢 我们 我们再谈一下啦 各位 那究竟奉飞有没有对汉小龙坦白呢 她那个暗中的情人 究竟是谁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说到 奉飞听过说 汉小龙 这个沈良要走 嚇到当堂 抱着她说 哎呀 为什么什么都闷不过你的呢 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你快点坐下来先 我们仔细谈一下好嘛 哈哈 这个只是简单的推理 如果林芝那个人 真的可以帮你的话 那你要我沈良做什么呢 奉飞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贴入她男性欢呼的胸膛上面 闻着她浓烈的男人气息 有点意念情迷 她说 嗯 但是 你如果不是清楚 吕不韦和田丹的关系 又怎样猜得出这样的事呢 唉 今次如果不是吕不韦亲口保证 说田丹会照顾我 人家都不够敢来林芝 我怎想得到 原来是吕不韦都包藏和心的 奉飞你不记得了 我曾经追随过廉大将军 和毛记公子 我怎会不清楚吕不韦和田丹的关系呢 你两个人都非常好识 而你这个歌舞床内 人人都是罕见的绝诗佳人 试想下 他们又怎会不起贪念呢 甚至 那个说要真是接走你的人 除非他真是你的情郎 如果不是 说不定他在骗你 奉飞被他这番说话 已经是吓得六臣无主了 博明一抱着他说 哎呀 那我怎么算好 怎么算好呢 自从知道张全背后的主使者 是吕不韦之后 他平时的信心和冷静 早就已经不见了 他说 项小龙扶起他说 你告诉我先 你告诉我 除了呂不礼之外 还有谁想得到你这个美人 奉飞这个时候才警觉到自己的失态 有点不好意思地站起身 情绪非常复杂 他苦笑说 够胆打得奉飞主意的 当然都是有点来头的人 我们到了齐国 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仲孙龙 他虽然没什么官职 但是在齐国的势力 他又不雅于田丹 手下有无数的能人意识 他公开支持二王子田建 所以和支持大王子的田丹 是死对头的 我在大梁的时候 他曾经 特别远到以来找我 谁知被我延迟拒绝之后 很生气地走了 他对外放声气 说 如果得不到我 其他人都未必知道得到我了 哦 是不是那个尊放高利泰的仲孙龙 奉飞对他的消息灵通 见多释绑已经是不以为怪 他只是点点头说 没错 正是这个人 听说他现在的身家 比以前的乌士罗还要丰厚 各国都有他的耳目爪牙 和欠他钱的人 所以我才那么害怕 那不怕得罪重宣龙的人 就是谁呢 这个人叫韩昌 你应该听过他吧 韩昌小龙我猜不到 他居然说过这个名字 什么 韩昌 你认识他吗 不是 我只是听过他的名字 我猜不到是他 这个人 亦很好识的 你怎能相信他呢 他的人虽然好识 但是为人还算不错 索性都告诉你 我说好要把负贞送给他 多谢他的相助 现在 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门理 还有一件事 大小姐 你的情人究竟是谁 奉飞寻人一阵 忽然编在他的怀抱里 小小声说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要发誓 不准告诉任何人听 行不行 韩昌龙见他编在自己身边 不敢心中一躺 不过 硬硬压下了 我想揽杀他的强烈欲望 发誓 好 只要冯飞小姐告诉我 这个秘密 我无论如何 就算刀颈加身 都不会泄漏出去的 好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个人其实很有名的 最近还搞到东方六国 乱成一团 河小龙一听 哎呀 忍住头皮发麻 他知道奉飞说的一定是自己 難道 他真的喜欢自己 离开歌舞团之后 就要来巡角找自己 只听到奉飞跟着说 这个人就是 河小龙 是东方六国最怕的人 虽然 刚才已经估到 奉飞会说自己的名字 出来 但现在奉飞亲口真的说了出来 而河小龙依然忍住心中一阵 是他 他 你知道他爱你的吗 你 你 你为什么这么问 河小龙一看过这个神色 哦 明白了 原来 他始终都不是真正相信自己 依然守着这一关 所以特意 随便找个人名来 敷衍自己 因为首先 当日 河小龙在魏国 遇见过善美美 这位魏国的皇后 和奉飞的交情很深 当时呢 奉飞还刚刚和他谈完物解 才魏国起程来齐国的 按照他们两个归宗物有的身份 奉飞一定会将自己的情龙是谁 告诉善美美 而善美美 如果知道 这个人就是河小龙 那当然 就会和河小龙提起的了 又怎会 当河小龙抱着他的时候 他一声不出 一点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不过 这个人最有可能 就是巡人 又或者 至少是在巡国做着事的人 所以 奉飞才要河小龙送回咸阳 到时候 他就可以和情郎相会了 而且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奉飞一定要为自己的情郎保密 因为现在 他已经知道了 对他有所图谋的那个人就是 雷不韦 而雷不韦在巡国的势力 如果这个情郎的身份 撕漏了出去 很可能 就会被雷不韦害死 当日奉飞表示 是奉一个人之命 来刺杀河小龙的 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很可能 就在咸阳那里 撞到这个新欢 一见钟情 所以动作要退隐 所以要退隐 嫁人之面 然后 就不肯执行这个命令 河小龙 就在这里 决定再试一下他 就说 如果大小子的情人 是河小龙 那我就不需要那么远水路 送去咸阳 送去中谋 就行 奉飞一听 就马上说 不行 河小龙叫我在咸阳等他 你把人家送去 那就可以了 河小龙叫他 睁大眼 说大话 还居然当着自己面 我自己来过桥 他心就激起起来 索性 抱抱着他 法师 在他肯定旁敏在他面上 逢飞开始的时候 就激烈地挣扎 但是跟着 在他男性的热闻之中 很快就沉醉其间 两人激烈地热闻着 过了一阵 河小龙 先用自己的嘴唇 离开了他的香醇 看着他满言通雄的欲容 不敢叹一口气 我至少要射你一口 直到大小姐 依然不肯对我 完全坦白的懲罰 不理你怎样勾我 但是我现在 我告诉你 只有沈良有能力 使你不用成为 仲酸龙 又或者 呂不韦 他们的基设 其他人对你 都是别有用心 奉飞 奉飞全身发怨 到怀覆女 说 你呢 你这样 你不是全心不良嗎 河小龙 看到他没有否认自己说了大话 他心里略微有点好感 轻轻涌着他说 如果我全心不良 现在我就会硬来得到大小姐你尊贵的身体 你好好地想想 说完之后放开他 揚长而去 出了仓门 河小龙只觉得自己心情是出奇的暢快 自从李牧打过落荒而途之后 哎呀 好久都逼着这口气 现在终于逝出来了 一下子 他又回到以前 扮董马痴去韩奸足教目的豪情壮戏 只不过 今次除了蕭月潭之外 他只剩腰间的血浪宝剑 而且这把剑 还可以在林芝的时候佩戴在身旁 如果不是被人认到 这样就不得了 算了 就算我只得一把剑 一个朋友 我都要跟吕不韦和田丹 再斗一场 无论如何 他都要令这些受尽男人压逼的女子 达成他们各自的理想 人生 本来就充满冒险 自己这样做 虽然会使自己震天更多的危险 但是也都是因此 人 活在世上才更有意义 第二日 他们的船 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林芝 齐国的开博君主 就是著名的姜太公女尚 周武王 灭掉了商朝之后 建立了西州 在分封诸侯的时候 将姜太公女尚分成齐国一带 他们在迎幽建立都城 后来就改名做林芝 这次 经过了西州东州时期 齐国逐渐成为这个时期的超级大国 无论是工商业 或是愚热炎炎 都非常兴旺发达 使得国势日渐轻盛 而齐国之所以能成为春秋期间的霸主 最关键就是齐桓公立了管仲为商国 进行了 只有后来秦国的商鞅 能够比美的改革 所以他们的国力当堂大增 使得齐国在当时成为 天下间受屈一指的大国 另外一个关键 就是清除了在边境 不断骚扰他们的一个少数民族来疑 使得他们的国土增加了一半以上 而且 之后就成为真正的临海之国 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只是拥有来州湾的一半而已 齐人一向都非常强横 在历经齐桓公司后 不单是欺压伦敦的老国 还不断地坚定其他的小国家 牵制了南方的楚国 跟着才是少龄之盟 逼得楚国人不敢再攻打郑国 被迫退兵 这一次的惠盟 是齐桓公和本仲的事业顶峰 亦都是齐人霸业的颠峰 在他们两个死了之后 齐桓公的五个儿子欠位 齐国的当堂失去重心 这才轮到其他的大国登场 到了战国时期 齐人起用孙军 用他的维艺救召之计 直到大量帝免 艺军又被齐国大败于马领 于是齐国就代替艺国 成为东方领袖 三晋君主都向他臣服 齐人的野心当同再度延起 趁着燕仁内乱起兵入侵 占据燕国的都城 几乎有三年才肯退兵 由到后来 楚国的游姓转衰 而三晋的分裂 齐国和秦国 于是就在列国之中 成为东西的两大势力 就在齐人威风 扮演东径西土的时候 和齐国有好心仇恶的燕仁 好选机会 联合秦国楚国和三晋 一起讨伐齐国 燕国大将陆毅 攻入了齐国的都城林芝 将三十年前 齐君在燕国都城的暴行 照例一次 消杀抢掠 将齐国都城的珠宝 全部运回到燕国 后来如果不是有田丹在扭转田昏 齐国早就灭亡了 但经过这一次 齐国也都被游轮得啟无缘夫 盛极而衰 不过现在 当汉小龙来到林芝的时候 这些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救世 田丹也由当时 一个壮严英雄 而进入了被权力挑战的墓连 林芝成 建在芝河的西岸 西边向水 由大小两个城 互相含折而成 在当时 已经有六十多平方公里 虽然三十多年前 遭遇过一场战火 但现在 林芝又变得非常轻盛了 当船队在东边拍案的时候 林芝成的达官贵人听到 是奉飞来到 几乎倾巢而出 来欢迎这个明文天下的歌姬 当奉飞来到船吉拍案 在一边的仪仗队 马上就奏起了欢迎的乐曲 奉飞就在小平而他们的参赴之下 怡泰万千地慢慢走到岸 他的风之怡怡 容貌的优美 都使齐人叹为伴子 跟在他们后面的 有董淑貞他们的十二名歌姬 亦都是个个美得 使人眼花缭练目不暇级的 杭笑龙一早就看到 在来欢迎的人群之中 有田丹在树 他即时一叩鸡头 便是在家唱群中 免得被田丹 眨眼间认出 不过 这个时候 他在逍越谭的指示之下 已经穿上了一般是从的服饰 外面又披了一件用羊毛杂绩而成的羊皮袋 在意内腰间之处 触满布袋 不单止掩盖了他灰红的腰枝 还使他突然间好像多了个肚腩出来 在码头上去填单他们一般权贵 在这个大雪天时 穿的都是绿皮 刁皮等制成的皮球 外面还要加件厚厚的披风 不用自己的瘦皮外露影响美观 所谓人靠衣装 正是衣服的转变 就已经使杭笑龙 当堂整个人都不够起眼了 而且经过萧月谭的妙手 他面上的皮肤变得非常粗糙 又很黑 年纪至少大了十年 当杭笑龙在同镜上 看到自己这样的形象的时候 也很难原想到 和自己以前英俊的样子 居然是同一个人 萧月谭和奉飞 是第一批落船的人 和欢迎的人 当然有一番客套寒圈 这个时候 天空依然落着细细的雪花 所以奉飞一落地 马上就登上马车 在齐兵的开路之下 立刻入城里 汉笑龙就不敢骑马 将着撞到熟人 就捐入萧月谭的马车笑着说 看来 你在这里都挺受尊重的 你这叫做有心算无心 刚才我留意田丹 你这个家伙 除了奉飞之外 好像根本其他人都不摆着眼内那样 不过呢 他都毕竟老了 看他的样子 都不知老了多少 这阵子马车 跟着大队开出 慢慢入城了 超越谭 林芝成有八个城门 横贯东西的两条大街 叫做东大街和西大街 对着南北那两条街 就是南大街和北大街 很容易记 你四条街交回的地方 叫做小林芝 好热闹 好繁华的 来你的城前 就一定要游览这个地方 今晚我带你趁热闹 整天这么拋头露面 不是那么好吧 是 你越是小叔 哼 到时候 就越会借人怀疑 好了好了 那就照你说话去做 小月谭自从知道 呂不毁就是背后张全的主子 当堂心情兴奋 现在更加兴之昂扬 一心呢 就想着和汉小龙 暗中和雷不慧 鬥回一场 一路走 他一路指着沿途的宅圆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那些富裕人家的宅帝 你看看 有几重远幕 和街巷 联成一片 那边呢 就是普通的民居 有很大分别的 河小龙流神观察 看到他走着那条东大街 有成两丈那样 可以并行四架马车 两边呢 都是一间间的店铺 而行里面呢 就是另一级的道路 是些居民的住宅地段 只是被人走 马车绝对逼不进去 整个城市 街道整齐 入眼的很多都是高楼大棧 门面也非常讲究 不愧是一个大国之都的去象 蕭月騰一边走一边 跟他介绍说 你这个小龙子呢 店铺很多的 你能够想得出来的买卖 这里的应有尽有 那些占卜师更加天下文明 河小龙忽然想起 善游的师傅 明闻天下的职下 見姓曹秋道 忍不住问 职下学工在哪里呢 在城西西极门外 这个地方真是令人叹为观似 他的建筑非常之宏伟 能够来这次讲学的人 都被尊为职下先生 他的门徒呢 就称为职下学士 现在这些先生学士 加上有几千人 我都曾经被人请来这首 全身乐曲医药知识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也都好像皇后一样 那么尊贵 曹秋道是什么人呢 蕭月谈听到这个名字 马上露出尊敬的神识 压低一把声说 你个人在齐国地位很高 是齐皇的师傅 供兴大臣 见到他 都要叩头请安的 他一个人 住在职下学工 外面那间小屋子里面 一向清茶淡饭 今年恐怕有成五十多岁 但看上去 最多三十 不过一般人想见他 不容易的 汉少龙本来想借着 问着曹秋道 来打听船游的行踪 但现在听到这样的情形 只要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蕭月谈跟着说 这个曹秋道的见述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近几年都很少有人和他动手 根本没有人有胆挑战他 哦 以前经常有人向他挑战的吗 当然啦 哪个可以打败他 哪个马上可以登上职下剑圣的宝座 而且可以名震天下 不过你个人把剑 从来都不讲一个情字的 打输了个人 对着他都是非死即伤 所以再也没有人敢去试了 汉少龙心想 如果有百剑刀起手 又不怕死掉自己的身份的话 真是想试图他的见法 利害到怎样的程度 各位 如果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上回我们讲到 汉少龙终于来到林芝了 这个时候 蕭月潘已经和他易容改装完毕 他的样子 比平时看上来大了十多年 而且 在腰间 穿了一条厚厚的布带 使他看上来 那条腰呢 没有平时那么阔 但是 又无端端 多了个小肚腩 本来 汉少龙的心中十五十六 不知道他这样改办 可不可以门得过人的 谁知上岸的时候 田丹就已经带着 他那对孟生兄弟 楼中石楼中霞 一起来见鳳飞 这两大普标 和汉少龙都见过几次面的 田丹带着他们两个呢 在汉少龙面前走过 打一个照面 但是他们三个人呢 对他这个下人都不以为意 让鳳飞 和他们一走 汉少龙当堂放下心头大醒 因为如果连田丹的那么精明厉害的人 都认不到他 其他人就更加不用担心 吃完晚饭之后 董淑珊那几个女孩 就依照鳳飞的吩咐 在大厅排练歌舞 而他呢 心想 都已经过了几日了 张全都得不到自己的回胆 恐怕他会担心的 好 找一下你的心意 等你呢 也将呂不愧 撕留些假情簿 于是 他就来到找张全 张全一 看到他 當同高兄 汉少龙对他说 我已经探听到很珍贵的消息 如果张兄肯给订金的 那小弟 如实相告 张全听到他这么努力办事 嘿 好开心就说 哎呀 那就是最好 不过我们主人 依然还没到 所以 这件事 要稍遲两日 不过沈兄 可不可以透露少少先 汉少龙看了他一眼 炸作神秘的 原来答应帮助大小姐的 就是刚才来接他赴宴的商国田丹 这个人在齐国很大势力 哼 你以为那么好欺负 张全一早就知道了 因为呂不愧早就已经说过 来这一处接应他们的人 正是齐相田丹 不过 其实田丹和呂不愧是蛇鼠一 早就答应了呂不愧 要帮他 将奉飞搶到手 嗯 现在这个沈良 看上去还算老沈 起码这件事 他真的探听回来 没骗到自己 于是就说 这件事 我和我们主人也有分数了 不用怕他 杭少龙看他摆足款感 心中好笑 好 嚇一下你才行 接着就说 不过我们主人的对手 除了田丹之外 中的一个人是非同小可的 叫做仲孙龙 嗯 章兄有没有听过啊 章权一听这个名字 震恋言声 变变 什么 康少龙是添油加醋的 这个小姐亲口告诉我 章兄 你在大梁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这个仲孙龙 亲自找上门 要逼他 嫁给自己 咦 后面呢 咦 这个 你 你 咦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